李同志 双方切磋棋义三局 第一局我没赢 第二局他没输 第三局我要何其他不干 别出三盘 甲圆圆同志今天下午在家中 亲切回见了刘宇航同志 双方亲切交谈并互赠了礼物 这次会见事先未经宣布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 甲刘二人关系非常不同寻常 有点意思 这刘宇航是谁 我怎么没跟他说过呀 小真儿 小真儿 过来过来过来 问你点事 打电回来了 饭马上就做好了 还有什么心思吃饭呢 坐下 我得问问你 我没得干啥子吗 就是因为你没干什么 大姐平常让你看着圆圆 今天谁来找圆圆来了 圆圆的同学 男的女的呀 我在厨房里做饭 没得看见 反正两个人在屋子里 嘀咕了半天才走地 佳师傅 你听听你这闺女 这就是你闺女干的事 怎么了 人家来个同学都不许了 笔笔咕咕 互赠礼品 自个儿写了 关系非同寻常 很明显呢 早恋呢 神经过敏了吧你 这些东西 它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这谈恋爱是有很多迹象的 比如说 这个神经很兴奋 话多 爱唱歌 有时候身体 也不太协调 唱唱的吧 身体也不太协调 爸爸好 妈妈好 小张阿姨好 你们大家好 瞅着话多不多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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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帽拿了吗 我忘了 我认不去 圆圆圆 再买一份 电视节目报 你还有心思 让他干这个呢 我是把他支援点 咱们好赶紧商量个对策呀 我的意思是 咱们赶紧来个突击大搜查 赶紧的吧